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您好台北市 我们要来看看这个礼拜台北发生了什么事 大家好,我是张宁,又见面了 这个礼拜节目的一开始呢 我们要关心到的是健康方面的议题 国发会在去年的时候呢 有发布了一份报告说 2025年台湾就要正式步入到超高龄社会 等于说到时候每五个人当中 有一个人就是65岁以上的长者哦 那么当然年纪越大 罹患失智症的风险还有几率也是越来越高的 而身为友善失智症的城市 也就是台北市 到底有哪些措施还有哪些资源 是可以帮助到这些患者的呢 我们这个礼拜就请到了 台北市卫生局长召科的科长 刘慧贤刘科长来告诉大家 最近我们卫生局所创新的一些服务 就希望说针对特别是说年轻型的 就是说他可能只是轻度的失智 然后他还有一些的能力 那我们希望说就是维持他这个能力 不要太快速的退化 所以包括像刚刚所说的 主持人你所提到的商店 那可能就是让他去当那个一日的店长 然后那或者是说 其实在我们另外的也有 我们一些的民间单位 他们有一些的咖啡馆 就让这些的失智的民众 可以在里面担任这个服务生的一个角色 那让他会觉得说 虽然他罹患了这个疾病 可是他还是有一些功能 可以去服务人群 那维持他的一些的尊严 还有生活的品质 就等于说不会因为一个疾病 然后让自己好像自己的自我价值都没有了 是 没错 对 那但是要是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也有年轻型的嘛 那当然就是随着年纪越大 失智的情况 失智的风险也会越高 那要是确诊之后 台北市政府会有什么样的资源可以协助 或是寻求帮助吗 对 那因为就是我们也知道说 我们失智的民众 其实最主要是 就是希望说他可以尽早的一个确诊 所以在今年我们110年的时候 我们就是把我们所有的 就是在台北市的医学中心 都纳到我们的失智工作中心 那这个失智工作中心 最主要是提供这些民众个案管理 那其实我们知道很多的民众 当他第一次被确诊说 他罹患了失智症 其实无论是病人自己本身 或者是说他的家属 他都会觉得说不知道该怎么办 很 shock 对 那这个时候 失智工作中心就可以提供 个案管理的一些的服务 也换句话说 当他有需求 有疑问 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他都可以透过 共造中心的个案管理师 然后把他们的问题提出来 那个案管理师 就会针对他们的问题 提供一些的咨询 或是甚至 如果他有需要 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社区里面有各式各样的资源 那也可以帮他做资源的连结 所以个案管理师其实算是蛮深入到底面的 是 他等于是说算是第一线对不对 对 他就是第一线来提供这些失智个案的一个服务 那所以如果在社区里面的民众 或是你的亲朋好友 你发现说 可能你怀疑他是不是有失智症 那也建议 就是社区的民众可以带我们这些怀疑失智的一些的亲朋好友 就到这些失智工作中心 然后去做一些的检查 确认他是不是失智症 如果是的话 可以尽早的发现 尽早的提供相关的资源跟协助 然后减轻他们的照顾的一些的负担 在我们这个智慧科技上来说 要怎么帮助到这些人呢 是 因为我们发现说 有部分的失智症的长辈 他会有走势的状况 那所以透过科技 现在我们就是 在我们卫生局 我们有建立一个失智的一个个案管理的一个系统 那透过这个资讯系统 我们现在也就是让这些长辈的一个就是照片 我们可以上传到我们这个系统里面 他就变成是一个 协巡的一个图库 也换句话说 当这个失智长辈他在社区里面走势的时候 那如果在警察局那边 或是说民众有发现这个长辈走势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系统来做协巡 那另外其实警察局这边也有针对这些的失智症的长辈 有推动一个叫做指纹赖印的一个服务方案 那这个指纹赖印就是希望说 这些长辈也可以透过指纹的一个记录 那当他走势的时候 然后透过指纹 然后把他的一个基本资料找到 找到他的家人 所以过去我们知道指纹赖印 如果我们有印象都是好像要用那个水墨 然后去印指纹很脏 所以以前长辈都不愿意 因为他觉得那个都是犯罪的一个行为 不好的一个联想就对 因为你可能对犯 我们在电影上以前也看过什么印手印 可是最近警察局也引进了新的机器 那这个新的机器就像那个影印机 这样子小小台的一台 然后所以长辈就觉得说 这样比较简单 而且也不会有那个刻板不好的一个感受 那所以现在有透过这些的一个科技 然后来做协询的工作 那另外其实科技的部分 除了在这些部分应用之外 那其实刚刚有提到 我们是这句点的一个课程的部分 那因为去年甚至到现在 还是因为那个疫情的影响 然后所以有些长辈的家人 他担心说会不会去到人多的地方 会有这些被感染的风险 所以其实我们在老松国小那边 我们也有推叫做视讯的一个 就是线上课程 那所以呢长辈他不一定要到现场去上课 他也可以透过连线线上课程 然后长辈一样在家里也可以上课 那之前我们就看到有些长辈觉得 这样很好 当他累的时候 或是他没有办法去到据点的时候 他依然可以参与据点的一些的活动跟课程 那这个对于长辈来说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而为了要提升长者们清晨外出的交通安全议事 台北市交通大队首次举办了高龄长者 交通安全联合宣导活动 交通大队联合了14个分局 走到了长者们常常聚集的15个地点 来共同宣导 而统计到了4月21号为止呢 台北市发生行人死亡交通事故15件15人当中 其中有13个人就是较高龄长者 而且大多发生在城间外出运动或是买菜的途中 造势原因包含了像是车辆强阅了行人穿越道 还有行人不依照号制指示 以及没有依照规定走行人穿越道 北市警局呢除了加强取地车辆不离让行人之外 也在清晨黄昏还有晚上 高龄长者常常出现聚集的地点 来加强规划巡逻 还有捷运万大县的第一期工程进度 已经超过53.24% 预计在2025年就会完工 第二期的发包工程呢 也是在陆续的进行当中啦 那么北市捷运局呢在日前就举办了 这个万大县的整体行销启动记者会 邀请大家一起来票选出万大县的电联车 外观涂装的样貌 捷运局就说了 这个票选活动呢 从即日起开始到5月16号为止 参与投票就有机会获得 MacBook 13寸的笔电等等万元毫礼 另外为了让民众可以更进一步的认识万大县 更推出了主题展 亲子动力营 还有超热门的万大县工程导览活动 让民众可以深刻体认未来万大县 即将成为市民的日常生活之外 还有首度开箱的万大县京城机场 捷运民们千万不要错过咯 又来到了台北福利社的时间 来看看这个礼拜 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吧 首先就是为了维护租税公平 台北市税捐处将在5月到10月办理 印花税因税凭证检查作业 提醒纳税人要依照规定贴上印花税票 还有消花 要是被发现没有贴或是贴的不够 除了要补税 还会被罚5到15倍的罚缓哦 而如果将已经注销的印花税票 重新再使用 会被罚20倍到30倍的罚缓 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哦 还有现代人越来越注重品味 西府不仅是慢工出席活的重要工艺 也深受很多人的喜爱 台北市职能发展学院 跟中华民国洋服同业总会合办的2021 全国洋服裁剪公开赛 南市西库竞赛 27号在职能学院热闹登场 除了竞赛 北市职能学院也有训练的课程 提供给失业待业的人学习第二专长 几日起到7月7号都可以报名哦 再来就是台北市社会局办理了 2021拼出梦想 缺一不可电脑补助方案开跑捐赠仪式 补助低收入户 中低收入户购买电脑 支持经济弱势加户学生投资未来 从5月1号开始到5月31号受理申请 补助低收入户1000户 中低收入户300户 核准补助资格之后 加户可以自行购买电脑 然后再拿着发票向社会局请款 但是考量到了部分的家户 有可能无力先购买 因此采购了电脑 供40户低收入户来申请 让经济弱势的学生 数位资讯不妥鬼 最后就是台北市立图书馆 今年特地在423 世界书香日跟新竹县公共图书馆 合作推出了一阵通用服务 让两个县市申办的民众 只要拿着一张借阅证 就可以借骗台北市还有新竹县 87个服务据点 张近1000多万册的图书 还有电子资源 不止如此 北图还跟全家便利商店合作办活动 一直到7月15号之前 在全家门市借书还书 就有机会抽到购物金50元 名额只有150位哦 好啦 以上就是这个礼拜 轻心挑选要跟大家分享的资源 一样要是想要了解的更详细的话 都可以到各局处的网站上来做查询哦 那么这个礼拜您好台北市 我们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了 拜拜